干枯树叶雨树之中大火熊熊燃烧 火红的猛烈火势蔓延树丛 夜间被烧出一片菊虹 空拍画面更可见整条火龙逐渐蔓延 一旁的房屋岌岌可危 相当惊险 这件事情发生在美国纽泽西 柏林顿郡的一个小镇 昨晚间突然发生烟火 事实上临近的纽约 也才发布20年来首个干旱警报 因此不排除这场大火 与过于干燥的气候有关 不过当局在接到通报之后 随即前往救援 虽然火势一度威胁到 附近的20栋房屋 但目前已经控制一半以上的大火 当局也强调没有房屋受损 也没有人员伤亡 东西新闻光新